OK,这个胸围啊,腰围啊,还有这个大腿这个曲线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款大家的评价是比较差的,除了喷溅啊,头雕啊,问题比较多啊 那之后大家又知道说会推出这个变成飞机的版本之后呢,大家就会比较有所期待 那我想这一次的一个期待的话,应该是比较没有让人家落空的了 那侧边这个核绘看上去还是相当之不赖的啊 那如果说你这样子看啊,看到没有这个,OK,这个胸围啊,腰围啊,还有这个大腿这个曲线啊 有没有看了就喷安心动了啊,如果有的话就看一下医生吧啊 这个同学这样并不正常啊,请你对正常的人类有兴趣,不要对这个,不要对这个,对不对 画在纸盒子上的机器人有兴趣啊,那就问题比较大了啊 那他的说明书这一次挺亲切的,他做了一个蛮不赖的一个解说 也就是说呢,这一款玩具的话呢,他的,这里,这是什么呢,这里,这一页啊 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玩具的背包,非常的巨大 正常deluxe等级的盒子呢,是没有办法正常去放下去的 所以他的这个背包的部分呢,你必须拿到之后,你必须稍微做个简单的处理啊 那原则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这里有一块部件啊,这块部件啊,这里,要把这个地方,这个飞机的这个,这个肩膀这个头要翻上来 然后这个地方盖下去啊,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 那这样才是一个完整固定的一个形象,那可以看到他后面这几把枪,我把它塞在后面啊,其实也塞,塞的不是很稳啦啊 只是我觉得他后面有个空洞啊,非常的大,那这个大空洞的话呢,会导致于说,嗯,这里,把它给拆开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 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是交代我们要扣进去的,这个齐罗加这个部分要把它翻出来啊,这个到这边啊,它的一个说明书会交代你说呢,这个地方,这里是有个洞,那这里是有个齐罗加,你车加要推出来,推出来之后呢,是要对准的,这边有个洞啊,把它给这样子扣进去,扣进去的情况下,你看到后面有一个弧形,弧形跟这个轮胎的形状呢,要match啊,要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后方的这个飞机这个头要掀起来,然后这里有一个凸根,然后有一个结合, 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到这里扣上去,这里扣上去啊,这才是它背包的一个,一个固定的一个形状,一个骨架,那后面的这个,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调整,那按照合汇的方法是压的比较下面,然后这个飞机的这个,翅膀啊,水平的这个,啊,机翼的话呢,你要放什么角度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看你个人的偏好,但是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背包,那它的话呢,算是,也算是一个,也算是用的恰到好处,就是,因为水平尾翼很大,背在后面,所以它这个垂直,尾巴的垂直尾翼的话,就变成后面一个,脚后跟的一个感觉,所以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没有问题,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问题出现了,它这个脖子,扭到还怎么样,不管,它这个脖子的话呢,后面的话呢,是没有,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卡扣可以扣住的, 它整个就是,这样一推,它就往后面,OK,一推就往后面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设计是怎么回事,还是如果没有变到位,还怎么样啊,欢迎各位来打我脸啊,就是看我是不是哪里没有变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漏这个空洞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蛮大的一个缺陷啊,蛮大的一个缺陷啊,你看后面这个,难得这个背包是整个有固定住啊,但是这个地方就空一个洞啊,好,所以我刚把武器, 塞到里头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它的一个附带的两把武器,嗯,刻画还算可以,但是上面没有其他的涂装,那它是握在手上的,两侧是造型不一样,啊,有一侧,有一个多出来这一块,那多出来这一块的话呢,我会喜欢放在外面,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门板手,翻过来看看吧,其实是一个门板手,OK,这个是它,呃,这一次的模具呢,输给上一款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弱点,可能也就输这里而已,其他, 它的话,倒是问题都不大,那我们就,大家会比较好奇啊,到底跟上一款有什么差别,我们再看一下,首先是这个面雕的部分啊,这个头雕的话呢,这是之前的,那这是这一次的,嗯,那我个人对那种SM是比较没有兴趣,所以这种带着面罩又含个什么口球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我就没有那么样的有好感啊,我还是比较喜欢露出这个脸,啊,不,不,我喜欢露脸的冰影金啊,这是很,从以前就跟大家讲过了啊, 就不需要提的太多,而且它这个,面雕上面的这个刻画啊,这个真的是很有电影戏里头,那个人,人脸的,人,那种人物的那种感觉,OK,而且这个金属光泽真的是相当之不来,你看这样子反射,有没有邪气满满的感觉,好,但这个,头雕的话就是,没有其他的一个,变形的机构啊,没有办法面罩放下来啊,当然这个Deluxe,你们就不要要求太多了,然后你看看它这一带,整个,破碎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你看看这个, 这是一个,车子的一个,前方的引擎盖,然后长出这些零件,但是之前的话,就是感觉是变成这个样子,它上方的整个引擎盖是完整的,没有破掉的感觉,OK,好,那到底哪个好看呢,我个人会推荐这一次的版本,那背包的处理,背包的处理来讲,这次虽然是,虽然是超大背包,有如钢弹的一个背包,但之前的背包也不好看啊,忍者龟跟钢弹,你喜欢哪一个啊,我相信,对不对,好了,不要这样说好了,你喜欢当忍者龟是喜欢当钢弹, 对不对,你当然是喜欢驾驶钢弹的,你不想当忍者龟,对不对,好了,那这个背包的话呢,也是属于新的模具,是一个大胜啊,那这个腿的线条的话呢,由于之前的这个模具的话,它有这两片,就在侧边,这个感觉,其实它感觉有点像这个,准星的这个,风,风翼的,对不对,两侧,所以呢,怎么看的话呢,我都会觉得这一次新的模具会比较好,加上喷剑,这个上次喷剑是很要命的一点,那么另外它,它呢,赢过它唯一的一点就是, 它这个手,并不是门板手,是一个可以露出来的一个手臂,可能也就是这样,那当然你要提的话,可能还有涂装吧,它的分色比较多,还有一个金色的一个分色在上面,好,那以我个人的拼好,可能就轮胎在这个肩上,大概就这样子了,但整体来说的话,两个你要我推荐哪一个呢,我会推荐这一次的这个,新的SSD59号,那我们对比一下它的一个partner,小次郎,对不对,这个,最早推出的是一个直升机版本, 但是这个版本的话呢,是,就是,你可以看它这个比例是完全不对,你看这个头的大小比例就完全不对,造型呢,配色来讲,其实跟电影里头,一个形象都是相差,可能比较比较多的,那之后推出了一个muscle card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就舒服得多,那也就是说呢,不论是这个五脏还是小次郎,啊,不,粉碎还是这个,啊,算了,五脏跟小次郎好了,都是之后推出的版本呢,胜过之前的一个, 一个版本,如果你要以这个,我个人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还原度,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都是最后新推出的这个呢,我是比较推荐的,那我们也大概聊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度啊,首先头的话呢,是一个球关,但是呢,左右转呢,是,呃,比较困难,因为它这两侧,肩膀这里有高出来一个造型,手臂的话呢,平举没有问题,你看看这个开口处,啊,球关的开口处在上面,平举没有问题,二头肌的话也可以转动, 手肘的话呢,最大弯到约90度啊,那因为整个手臂是一个门板手,就没有办法再动了,腰的话呢,也是卡死不能动的,脚的话呢,侧踢,啊,给各位看一下,它是一个球形关节,膝盖的话呢,可以弯到约90度,脚的话呢,其实是算,算卡死的,其实也不能动啊, 因为它这个,理论上的这个,这个后面的水平,呃,垂直唯一是要扣进去,这里面是有两个,它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凹槽的,理论上是这样,要把它这样子给扣进去的,所以它这个脚踝实际上是,呃,等于是没有什么可动,没有什么可动可言了,那人物的战利性的话,相当的不赖,摆起动作啊,什么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一款粉, 碎,啊,不对,这个,还是叫它五脏吧,啊,这个,来地球捉皮卡丘的五脏的一个变形过程,它的变形的话呢,原则上分成三个部分,腿,上半身跟背包,啊,这是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的话呢,先把这个腿的话,腿的话最简单,我们腿的话先这个地方往上推,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呢,可以往下面拉下来,拉下来这个感觉是非常自然的,啊,非常的自然,就可以往下面推啊,自然到,就是像一对男女到床上躺下去是一样的,啊, 就会自然而然的,睡着嘛,对不对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年轻还是老人啊,只要躺下来就会想睡觉吧,难道你不是吗,好,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把它给,啊,先扣好,扣好,但是这个扣好的话,等一下还是可能会蹦开啊,只是跟各位讲一下,腿部就是这样的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是说一个美人鱼的一个造型啊,哈哈,如果你觉得说美人鱼也让你有那种兴奋的感觉的话呢,那你也是有问题了啊,很多人表示,那我们都有问题啊,来这个,后面这个背包就可以把它解开了, 这里,飞机的这个头部给放下去,然后从这个地方啊,把它给松开来,整个这里是有一个双动关节啊,整个的,看到没有,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把它整个给分开来,然后呢,整个飞机的这个机翼的话呢,把它整个的往下面移开,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呢,手臂的话,先把它给打平一点,我们要把它整个上半身,从这里啊,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分隔线,啊,这是它整个变性就最有趣的一个地方,把它整个的做一个 大回旋翻转,翻转过来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手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往后面推下来了啊,推进来之后,把这个手臂的话呢,给转到这一侧来,然后呢,把这个两手臂的话呢,这个翻转,翻转上来,到这边,黑色的部件这里啊,翻到正上方来,两侧的话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那这里的话呢,就稍微把它调整的一个比较,比较流畅一点啊, 因为它靠速掉的韧性也是可以硬掰了啊,但是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啊,啊不对,这个头应该先,头应该先进来,好,再把这个手给放上去啊,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上半身,主要是这个大回旋,这个部分非常的有趣,再来的话就把这个脚的话呢,往后面放,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两个凸,然后扣进这里面啊,然后这里有两个,两个这个,两个凹组成了一个大凹,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给放进去啊,从这里,好,那么呢,这个部分的话已经算是差不多坏了, OK了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两侧的这个部分啊,这里,把它给翻,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结合好了,这个地方,翅膀转出去,先把这个地方拼凑起来,看到没有,这边,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拼起来啊,这样子会方便我们等一下做一个,做一个组合,这样子,先把这个,这边,呃,这样子,先把这个,这边,呃,这样子, 这样子,这个该怎么讲,讲解,先把这个翅膀翻过来,这个地方先翻出来,先把这个缺口给拼起来,先把这个缺口给拼起来,拼到这边,好,然后呢,把它往下面,拼好之后就可以顺势往下把它给包下去,这样包下去,然后这一块黑色部件,黑色部件这一块,啊,记得要先把它给压到下方去,压到下方,好,到这边,这里整个给它包下来,之后的话就剩下四个地方要结合,就是一,二,这两片要图像结合,以及它这个原本垂直, 批在这个人物背包后面这两个图,它要扣到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图,要对这边有个凹,以及呢,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图,它要塞到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缝,不是很明显,那这个缝的话呢,就必须要稍微的去用一点塑胶的韧形,这样子,这样子,把它给,由侧,由后方斜插进去,啊,斜插进去,斜插进去,好,这边,OK,斜插进去,扣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这个部件先推上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先往后面推过来,到这边,它这个塑胶还是比较偏软,有一点延展性,所以也不用特别担心,它会扣不进去,这个地方,OK,稍微的拨开一下之后,后面把它给扣上来,那么后面的话捏一捏,基本上已经就是严丝和缝都到定位了,这个也是官方玩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非常的了不起,这里把它给压上去,好,那么呢,这边的话,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这个玩具呢,最后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扣出来,这个玩具我一拿到的时候,第一次变形呢,有个地方就被我弄坏了,而且它坏的地方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它不是卡在里面的任何一个卡,不是,它是断在这里,这个地方断掉,这个地方是好的,你看没有,这个地方是断掉,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我变形的时候这个地方可以被我弄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不晓得,OK,然后这个很小的一块碎片,我当时听到有东西掉到地上,那已经找不到,这块就找不到,反正就是第一次把玩, 它就变成一个战孙版,这样我就更不敢去开我那个MP47的探长,你知道吗,完全不敢,不敢去把它打开了,最后就是把这个武器装到这个机翼下方,那装的时候,因为它这个造型是两侧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习惯是把这一侧装在靠外面,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可以说是蛮简单,也蛮流畅的,最后这一些,就是两侧这个结合,包括这里,看上去好像有点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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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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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很大 我们来看看它那个载具的形态 整个变形的过程到这边算是挺流畅的 然后正上方来看的话 我觉得破绽几乎是没有了 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载具 我记住 不知道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科普一下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很帅 这样子飞过来 你看那个导弹的位置 也都差到好处 然后两个非常大的一个 像是什么涡轮的一个推进器还是什么的 然后呢 DELUX等级的玩具 现在的话 你看有透明的驾驶舱算相当可以了 但是呢扣不开 我试着把它打开 结果一个不小心就给 就用东西扣还是扣不起来 应该是开不了的 里头有驾驶舱的一个刻画 然后飞机的底盘厚度呢 我觉得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那这样看 机器人的腿 可能这个红色是稍微有一点明显吧 不然的话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然后有这个起落架 不过这个是没有轮子 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造型而已 后方也是一样啊 都是有做出造型的刻画 那后方的这个尾翼啊 水平的尾翼 这一侧稍微有一点点松 但是应该也是还好啊 基本上这样晃了 它是不会甩的 所以变形之后的一体性也是非常之可以 那这两片部件塞进来的时候呢 再次的强调真的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稍微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 就把这个凸给塞进来啊 就整个变形就已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从飞机变成人的时候呢 这两个机翼打开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一个互相咬合的一个状态 你这样一打开 它整个整个就全部就自动解散开来了啊 所以基本上变形的话也没有说非常的一个 没有什么刁砖的地方啊 没有什么刁砖的地方啊 先来讲一遍 等一下就搞不好就很刁砖了 这个这样子 两次你可以两侧先把它给捏紧之后 然后这个后面的尾翼的话呢 往后面推一点点 再往前面塞进去 然后这样子 OK这样子扣进去了啊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再把上方的这个给扣上去 好OK某问题啊 上面整个是平的啊 这种飞机的话 现实生活中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大黄蜂独立电影是一个比较 1919什么 78几年还是什么时候的一个年代设计了啊 总而言之呢 这一款的一个SSD59号呢 我个人给予的评价呢 是比较高的 以现在的一个官方的Deluxe等级来说的话 真的是做的还算可以了啊 那这个尤其你要相比于 它之前推出的这个模具的话呢 如果你要只挑一个角色 一个角色 只挑一个模的话 这一款会优秀于之前的一个肌肉车版本 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咯 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